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会以为你用了五年的时间怀一个胎儿 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 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单纯 我知道 而且我猜阿玛迪洛博士也很清楚 虽然如你所说 地球人伊利亚贝赖再也没有回到奥罗拉 可是他曾经搭乘一艘太空船绕着奥罗拉 转了一天左右 我还知道 而且我猜阿玛迪洛博士也很清楚 虽然那个地球人并未离开太空船前来奥罗拉 你却从奥罗拉起飞 直奔那艘太空船 你在船上待了大半天 这件事发生在那个地球人离开奥罗拉将近五年之后 事实上 你大约就是那个时候受孕的 当对方平静地威威到来之际 加迪亚感到头部的血液在不断地流失 房间显得越来越暗 他开始站不稳了 突然间 他觉得有一双结实的手臂轻轻地抱住了自己 立刻明白那是丹尼尔 然后 他觉得自己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 这时在他听来 曼达马斯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问道 他问道 这是不是真的 夫人 这 当然是真的 第二章 祖先 记忆 他当然始终在那里 但通常都隐而不见 然而某些时候 只要找对方向轻轻一推 他就会突然冒出来 不但清晰无比 而且色彩鲜明 栩栩如生 充满了动感和活力 他仿佛又回到年轻时代 甚至比面前这个人还要年轻 年轻到了 足以感受爱恨悲喜 当时的他 在索拉利上 过着搞木死灰的日子 随着他生命中的第一位配偶 遇难身亡 不 即使在回忆中 他也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段岁月终于跌到了谷底 时间再拉近一点 则是他和第二任配偶 他在心中将他称为非人 共普的几个月轰轰烈烈的恋情 那是人形机器人 詹德 他被送来陪他作伴 而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 不料没多久 他竟然像他的第一任配偶一样 毫无预警地死了 紧接着 伊利亚贝勒终于登场 但他始终并非他的配偶 他们仅仅来往过两次 前后相隔两年 每次不过两三天 而且每天只有几小时而已 这个伊利亚 他曾摘下手套 碰触他的脸颊 因而点燃了他的激情 两年后 他又将他赤裸的动体搂在怀中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中的火焰 终于开始熊熊燃烧 然后第三任配偶出现了 他开始跟他过起平静无波的日子 以无喜患无悲 以坚决的遗忘换取没有负担的心声 直到某一天 他不确定到底是哪一天 总之浑浑噩噩的太平岁月 到此为止 和他约好时间的 汉 法斯托夫 从格林的宅邸 向他家走来 加蒂亚凝望着他 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困惑 因为他是大忙人 不可能有时间串门子 五年前的那场危机 促使他蜕变成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家 他不但早已是有识无名的奥罗拉主席 而且是太空族世界的真正领袖 可想而知 他几乎没有时间当一个正常人 那些岁月在他身上 一一留下痕迹 而且至死方休 他注定晚景凄凉 虽然从未打输任何一场仗 他自认在人生舞台上 却是输家 反之 凯顿阿玛迪洛 虽然被他击败过 但一直活得很来劲 这可以说是 胜利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名证 虽说终其一生 法斯托夫一直是个既温和 又有耐心 而且从不抱怨的老好人 但是即使加蒂亚不在政界 又对永无止尽的权力游戏 毫无兴趣 他照样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牢牢掌握奥罗拉的政局 他得牺牲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时时刻刻 兢兢业业 不能有丝毫松懈 而他之所以坚持下去 姑且不论是主动或被动 完全是为了 为了什么呢 为了奥罗拉好 为了太空族好 或者只是为了好 这个理想化的概念 他不知道答案 也不敢问他 不过话说当时 距离那场危机只不过五年而已 他看起来仍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男士 他那张和蔼可亲的平庸脸庞 依然能够挤出笑容 他说道 我给你带来一个口信 家弟啊 希望是好消息 他客客气气地说 他把丹尼尔一起带来了 即便丹尼尔和逝去的詹德极其相似 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差别 他还是能用关切的眼神望着他 一点也不会难过了 这是旧伤逐渐痊愈的迹象 他也能和他说上几句话 虽说他会用像极了詹德的声音来回答 五年并没有白过 时间已将伤口补好 把痛楚止住了 法斯托夫淡淡一笑 说道 我也这么希望 是个老友的口信 那有些老朋友真好 他尽量避免像是在说反话 这位老友是伊利亚贝莱 五年的阻鸽 瞬间消失 那些记忆又回来了 令他感受到一股追心的刺痛 他还好吗 在整整蒸呆了一分钟之后 他才用近乎于梗珠的声音问道 相当好 更重要的是 他就在附近 附近 在奥罗拉 在奥罗拉的轨道上 他很清楚 不可能或准降落 就算我动用所有的关系 也无济于事 至少我猜他心智肚明 他很想见你 加地亚 他跟我取得了联络 因为他觉得 我能把你送上他的太空船 我想 这件事 我还能安排 前提是 你要有这个意愿 你 希望这么做吗 我 我不知道 这太突然了 我来不及考虑 也来不及有 冲动吗 法斯托夫等了一会儿 又说道 老师告诉我 加地亚 你和山提瑞克斯 出得怎么样 加地亚 惊慌失措地望着他 仿佛不了解 他为何改变话题 但不久 便想通了 说道 我们 我们处得很好 你快乐吗 我 我并没有不快乐 听起来 并不想还天喜地 就算真的 还天喜地 这欢喜 又能持续多久呢 你打算生儿育女吗 是的 你 你 你准备改变你的婚姻状态吗 还不想 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么 我亲爱的家地亚 如果你愿意听听 一个累坏了的糟老头子 给你的忠告 婉拒他吧 我还记得 贝勒刚离开奥罗拉的时候 你跟我讲过的几句话 实话跟你说 我听出来的意思 或许比你想象中的还多 如果你去见他 一定会大失所望 你会后悔 没有好好活在 越沉越香的回忆中 反之 如果你没失望 那只会更早 你将再也无法 像现在这样 勉强安于现状 到时候 可就后悔莫及了 加地亚原本隐约有着 不谋而合的想法 但听到法斯托夫 说出自己的心声 反倒不以为然了 他说道 不 我一定要见他 但我不敢一个人去 你能陪我去吗 法斯托夫挤出一抹疲惫的笑容 我并未受邀 我并未受邀 加地亚 但即使他邀请了我 我也不得不推辞 立法局即将举行一次重要的表决 国家大事 你知道吧 我绝对不能缺帅的 我绝对不能缺席的 可怜的汉 对 我的确可怜 但你没办法一个人去 据我所知 你不会驾驶太空船 哦 不过 我以为可以搭 太空客船吗 法斯托夫摇了摇头 几乎不可能 如果搭乘客船 你一定要公开造访那艘停在轨道上的地球太空船 这就需要花上几周的时间 申请特别许可 所以 如果你不想去 加地亚 你根本不必明讲 不希望见到他这种话 如我所说 文书工作和繁文入节 会耗掉好几个星期 我确定 他等不了那么久 可是 我真的想见他 加地亚现在下定决心了 既然如此 你可以用我的私人太空艇 丹尼尔可以送你去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 而且他和你一样 渴望见到北来 我们不必申请 暗中进行即可 但是 你会惹上麻烦的 汉 也许不会有人发现 或者他们会装作没发现 如果有人找麻烦 我自会应付 加地亚 低头沉思了一阵子 然后说道 如果你不介意 我就自私一回 让你承担一些风险吧 哈 我想去 那你就去吧 那是一艘小型太空艇 比加地亚想象中的还要小 可以说很舒适 但也可以说挺吓人的 毕竟它实在太小了 无法提供人造重力 那种奇妙的失重感觉 虽然一直让它想趁机多翻几个筋道 却一直提醒它 正置身于异常环境中 它是太空族的一员 银河中总共有五十多亿的太空族 分布在五十个世界上 而这个名称 让它们各个引以为傲 可是这些自称太空族的人类 又有多少真正是太空旅人呢 非常少 它们之中或许有百分之八十 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母星 甚至另外那百分之二十 绝大多数也顶多上过两三次太空而已 不用说 加地亚闷闷不乐地想 自己并非那种名副其实的太空族 它有过一次 一次飞越太空的经验 就是七年前从索拉利 飞往奥罗拉的那趟旅程 而现在 一艘私人太空小艇 再度将它送进太空 不过这只是一趟短途旅行 仅仅飞出大气层而已 全程只有微不足道的十万公里 而且没有任何人相伴 一个人也没有 它又朝小小的驾驶舱 瞥了一眼 丹尼尔坐在驾驶座上 他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 无论身在何处 加地亚身边都绝不止一个机器人而已 当初在索拉利 供他使唤的机器人总有好几百 甚至好几千个 而在奥罗拉 即使没有上百 照例也有好几十个 如今却只有一个 她叫道 丹尼尔 什么事 加地亚女士 她仍将注意力集中在驾驶仪上 马上又要跟伊利亚贝勒见面了 你觉得高兴吗 我目前的内在状态 加地亚女士 我不确定怎样描述才最恰当 或许可以类比为人类所谓的高兴吧 但你一定有些感觉 我觉得自己下决定的速度 好像比通常快了些 各方面的反应 似乎也比较容易了 而各种动作所消耗的能量 则似乎少了点 或许我可以概括地将它解读为 一种美好的感觉 至少我曾听过人类使用这个字眼 而我觉得美好 大致能够描述我现在所体验的感觉 可是 万一我说想单独见他呢 我会设法安排的 即便这会让你见不到他 是的 夫人 你不会因而感到失望吗 我的意思是 你不会出现一种和美好 恰恰恰相反的感觉吗 例如你的决定速度会变慢 你的反应会变得困难 你的动作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等等 不会的 贾迪亚女士 只要遵从你的命令 我就会产生美好的感觉 你自己的愉快感觉属于第三法则 而遵循我的命令 则是第二法则 所以第二法则胜出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夫人 贾迪亚觉得自己的好奇心 蠢蠢欲动 对方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机器人 他绝不会问他这方面的问题的 机器人本质上就是机器 偏偏他无法将丹尼尔 相称机器 正如同五年前 他无法将粘得相称机器一样 然而 粘得只能引发一股火一样的激情 他已经随粘得而去 丹尼尔虽然和粘得几乎一模一样 也绝不可能让那股激情死灰复燃 但另一方面 他却能激发他的知性好奇心 他又说道 是是受制于三大法则 难道 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丹尼尔 除此之外 我想象不出其他的情形 夫人 我从小到大 都受制于万有引力 就连上次搭太空船也不例外 但我还是能够想象失重的情形 事实上 我现在就处于失重状态 你喜欢吗 夫人 可以这么说 会令你不安吗 也可以这么说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夫人 一想到人类 未受制于任何法则 我就会感到不安 为什么 丹尼尔 为何一想到欠缺法则这回事 就会令你不安呢 你自己 有没有试着推理一番 有些时候 感觉我需要 你让我尽力 费 你 不能 感谢观看